身在马来西亚的我们 每当过年过节返乡 都会被长长的车龙塞到我妈妈都不认的 原本2到4小时的路程 往往都会延长到7到8小时 大家都知道 长途开车是一项繁琐而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为了保证旅途的安全和舒适 驾驶员需要注意许多因素 包括路况、天气、疲劳和车辆条件等 其中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因素是车内的空气品质 在长时间的驾驶中 车内的空气品质可能会受到循环空气系统的影响 本期视频让我们一起探讨 长途开车使用循环空气系统的影响和应对措施 还有一些该注意的事项 以确保我们可以安全地抵达目的地 开车时 许多驾驶员会选择打开车内的冷气系统 冷气可以为驾驶员和乘客提供舒适的气温和空气湿度 从而减轻疲劳和提高警觉性 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冷气系统的工作原理 还影响冷气系统的主要功能 其实是通过压缩和膨胀制冷剂 来降低车内的温度和湿度 冷气系统有两种模式 外循环和内循环 外循环模式是指冷气系统从车外吸入空气 经过冷却后送入车内 内循环模式是指冷气系统只使用车内的空气 不从车外吸入新鲜空气 那么 长途开车如果使用内循环模式会怎样呢 如果长途驾驶过程中使用内循环空气 可能会导致村内空气品质下降 虽然使用内循环模式可以提高冷气系统的效率 因为村内的空气已经比车外的空气更凉爽 所以不需要外的能量来降低温度 这样可以节省燃料 减少排放 也可以延长冷气系统的寿命 然而 当内循环空气开启时 村内的氧化碳和其他有害物质会逐渐积累 而没有足够的新鲜空气进入村内进行循环 这可能会导致头晕困倦 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甚至会影响驾驶员的反应能力和判断力 会引发呼吸道或眼睛的不适 而且 如果村内有异味或烟雾 使用内循环模式也无法消除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出现呢 这是因为人体呼吸所需的氧气 它排出的二氧化碳 需要透过空气进行交换 当村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时 人体吸入的氧气减少导致身体缺氧 缺氧可能会导致头晕困倦或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从而影响驾驶员的安全 此外 长时间处于相对封闭的空间中 也可能会让人感到闷热和不透气 进一步影响舒适度和警觉性 那么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呢 我个人建议驾驶员在长途驾驶时 定期切换到外循环模式 让新鲜空气进入村内 保持良好的通风和换气 使用外部空气来循环村内空气 可以提供更多的新鲜空气 并帮助减少村内的湿度和有害气体浓度 以确保驾驶员和乘客的舒适和安全 另外 驾驶员也可以通过打开车窗 或暂停车辆来让村内空气进行更换和循环 这些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驾驶员 提高警觉性和舒适性 并减少驾驶皮疗和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 要注意的是 如果车辆无可避免需在休息站长时间停止 或想在车里歇一些时 尽量不要启动引擎 虽然引擎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 会被排气管排出 内循环空气冷气系统 通常不会导致村内过多的一氧化碳释放 然而 如果车辆在停止时 开启外循环空气冷气系统 也可能把从排气管排放的废气 从外部通过外循环冷气系统引入车内 最终导致村内一氧化碳浓度过高 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 无畏的有害气体 它会影响人体的血液循环和氧气输送 从而导致头痛 恶心 疲劳 或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如果一氧化碳浓度过高 很可能导致自吸核死亡 为了确保驾驶员和乘客的健康和安全 应该把引擎熄灭 然后打开车窗通风 让空气流通 如果车辆在高速行驶且不多测的路况时 就可以开启内循环模式 然后在长途驾驶中定期切换到外循环模式 让新鲜空气进入村内就可以了 在2020年9月 发生了一期令人震惊和悲痛的悲剧 4名21岁的女子 包括一对双胞胎姐妹 从槟城返回双溪大年途中 将车子停放在北海沙玛雅而占休息 相信是吸入过量易氧化碳废弃 造成其中三人身亡 另外一人未待 根据在这悲剧中唯一的生还者 其双胞胎姐妹诺阿奇拉表示 他们当时并没有在车里开冷气睡觉 只是停下来买了食物 之后回到车里 他们在车里聊了一会儿 但是他记不得之后发生了什么 当他睁开眼睛时 他发现自己在医院里 而他第一个问的问题 就是他的姐妹在哪里 报道也指出 这辆载着四位朋友的车子排气管有泄漏 且发出非常强烈的噪音还烟味 相信是导致死者 吸入过量氧化碳废弃的罪魁祸首 第二件意外发生在2022年9月 一对年轻情侣在马六甲交区A1礼貌 长时间开着冷气坐在已翻步遮盖的车内 直至隔天才被人发现 据媒体报道 他们是为了不想让人看到车里有人 才使用翻步盖着汽车 起料吸入过多氧化碳 酿成双尸案 第三件意外发生在最近2023年4月 一家四口在开灾节假期结束后 从登家楼返回雪州乌拉港途中 失控撞向文东收费站 据警方调查 轿车司机和三名乘客 也是因为吸入一氧化碳昏倒 而导致这场意外的发生 属性的是 四人被紧急送医院治疗后 并无大碍 不过让人迷惑的是 为何行驶中的车辆 乘客也会吸入一氧化碳呢 很多人不知道引擎在燃烧汽油时 一些没有被排气管完全排出的一氧化碳 也会通过车辆挡风镜下方 许多的小缝隙进入车内 尤其是过于破旧或没有定期维修的车辆 又或者在堵车的路况 驾驶者全程使用外循环冷气模式 导致废气内流 我个人觉得以上的两种可能性都非常大 那您觉得呢 如果您是专业的汽车业者 或者亲身经历过类似的事件 欢迎您在本视频下方留言分享您的观点 总之 长途开车是一项挑战性的任务 需要驾驶员注意许多细节和因素 包括车内空气品质 车内空气品质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驾驶员和乘客的舒适和健康 以及驾驶安全 长时间使用内循环模式 会导致车内有害气体机具 可能会影响驾驶员的反应能力和判断力 甚至引发身体不适 因此 在长途驾驶中 建议驾驶员定期切换到外循环模式 让新鲜空气进入车内 保持良好的通风和换气 以确保驾驶员和乘客的舒适和安全 切记长时间使用外循环模式 也可能导致废气回流车内 尤其是在拥堵的路况 和长时间停在休息站的时候 如果有必要在休息站歇一些 记得把引擎熄灭 然后打开车窗通风 让空气流通 本期视频到这 谢谢您的观看 如果觉得视频有帮助到您 请点个赞和分享出去 也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